一輛小貨車行駛在內線車道 沒想到前方一輛白色腳車突然回轉 駕駛錯手不及立刻緊急煞車 車子當場打滑180度的回轉 有如車身般的甩尾 不偏不移的就這樣撞上路旁的紅綠燈 回到現場小貨車的後車斗 緊黏著被撞的紅綠燈桿 小綠人也掉落在地 而這起意外就發生在苗栗台一線 一百四十一公里處 小路車原本正打算要左轉超商旁的小路 沒想到遇到前方小客車回轉 他只好緊急煞車 導致車子打滑撞上燈桿 自小貨車見撞之後立即踩煞車 因天雨路滑造成車輛180度回轉 後車斗不慎撞擊路邊燈桿 而造成小綠人耗置掉落損壞 是由警方對駕駛進行救測 救測只為零 幸好駕駛緊急煞車 才沒有撞進超商 而這急煞省轉的功夫 也讓救護人員直呼 真的是太神了 記者彭志銘苗栗報導